历代志 下 第三十四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行他祖先大魏所行的道不偏左右 他做王第八年尚且年轻 就寻求他祖先大魏的神 到了十二年 他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秋坛 亚瑟拉 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 众人在他面前拆毁诸巴厘的坛 砍断坛上高高的香坛 又把亚瑟拉和雕刻的像 以及铸造的像打碎成灰 洒在像偶像献祭之人的坟上 把祭司的骸骨烧在他们的坛上 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他又在马拿西 以法莲 西勉 拿福他利各城和四围的废墟 拆毁祭坛 把亚瑟拉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 砍断以色列全地所有的香坛 于是他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西亚王十八年 这地和殿结尽了之后 他派亚撒利亚的儿子沙藩 马西亚市长 约哈斯的儿子约亚使官 去整修耶和华他神的殿 他们去见希勒家大祭司 把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 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立位人 从马拿西 以法莲和以色列所有幸存的人 以及犹大 汴亚敏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 他们把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督工的 由他们转交整修耶和华殿的工匠 就是交给木匠和石匠 好为犹大王所毁坏的店 买凿成的石头和做钩子与栋梁的木料 这些人办事诚实 管理他们的是利位人 米拉利的子孙雅哈和俄巴迪 又有歌侠人 撒加利亚和米苏兰 还有所有善于奏乐的利位人 他们监督扛台的人 督导一切做各样工的人 利位人中也有做书记 官员 守卫的 他们把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 希勒加祭司发现了耶和华借摩西所传的律法书 希勒加对沙藩书记说 我在耶和华殿里发现了律法书 希勒加把书递给沙藩 沙藩把书拿到王那里 又把这事回复王说 凡交给仆人的手所办的事 他们都办好了 耶和华殿里所发现的银子已经倒出来 交在都工和工匠的手里了 沙藩书记又向王报告说 希勒加祭司递给我一卷书 沙藩就在王面前朗读那书 王听见律法的话就撕裂衣服 王吩咐希勒加与沙藩的儿子亚西干 米加的儿子亚比顿 沙藩书记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 你们去 以所发现这书上的话 为我 为以色列和犹大幸存的人求问耶和华 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 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一切去做 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 于是 希勒加和王的人都去见 呼勒大女先知 她是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 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 特瓦的儿子 呼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 他们向他说明来意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可以回复那派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 所读那书上记载的一切诅咒 降祸于这地方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我 向别神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一切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必倒在这地方 总不止息 然而 派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方 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 你的心就软化 在我面前谦卑下来 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 因此 我应允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看啊 我必使你归到你祖先那里 平安地进入坟墓 我要将于这地方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 你不会亲眼看见 他们就去把这话回复王 王派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祭司 利位人 以及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 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去 王把殿里所发现的 约书上面一切的话 读给他们听 王站在自己的位上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信 跟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 法度 律例 实行这书上所记这约的话 又使所有 驻耶路撒冷和汴亚民的人 都服从这约 于是 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神 就是他们列祖之神的约 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 把一切可憎之物 尽都除掉 使以色列境内的人 都侍奉耶和华 他们的神 约西亚在世的日子 众人都跟从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总不离开